胸锁关节是一个复杂的关节 是唯一连接上肢腹肢骨和中轴骨的关节 包含了锁骨的内侧端 胸骨的锁骨关节小面 第一根肋骨软骨的上边缘 胸锁关节是整个上肢的基底关节 因此在上肢进行大范围的动作的同时 也必须提供足够的稳定性 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是由许多关节周围结体组织 和不规则的马鞍型关节表面 来达成的 虽然变异性很大 但锁骨的近端通常在重径方向上呈凸面 在横径方向则为凹面 胸骨上的锁骨关节小面 则是相对应的形状 在重径方向呈些微的凹面 在横径方向呈些微的凸面 与胸骨关节面相比 锁骨内侧端具有更大的表面积 和更厚的透明软骨 锁骨的关节表面几乎覆盖了 胸骨关节面的宽度 低肋骨的软骨也是胸锁关节的一部分 虽然胸锁关节的两个关节面 是浅的安形表面 但其通常被认为是平面关节 胸锁关节里有一个关节盘 但只在大约50%的大体上发现完整的关节盘 当此关节盘是完整形成时 它会将这个关节分为内侧关节腔和外侧关节腔 简形上 这个关节盘是一个扁平的纤维软骨 向下附着到锁骨关节小面的外侧边缘附近 向上附着在锁骨的胸骨端和锁骨肩韧带上 关节盘的其余边缘则附着至关节囊的内面 这个关节盘不止强化了这个关节 还可以藉由增加关节的接触表面积来吸收震荡 胸锁关节的运动学包含了在三个自由度上的旋转 而每一个自由度都与一个解剖动作平面有关 包括尺状面 额状面 以及水平面 锁骨可进行上抬和下压 前引和后缩 以及绕着它自己的骨头纵轴转动 这些动作的主要目的是将肩胛骨放在一个理想的位置 以承接弓骨头 鱼肛关节的所有功能性动作中都需要某种程度的锁骨动作 上抬和下压 胸锁关节的上抬和下压通常发生在与额状面平行的平面上 转动轴也很接近于前后轴 锁骨的上抬和下压最大角度可分别达到约35至45度和10度 锁骨的上抬和下压使肩胛骨在胸阔上产生类似的动作路径 前引和后缩 锁骨的前引和后缩发生的平面几乎平行于水平面 其转动轴为垂直方向 每个方向的最大角度约为15至30度 锁骨在水平面的动作与肩胛骨的前突和后缩是一致的 锁骨的转动 胸锁关节的第三个自由度是锁骨绕着自己的纵轴转动 当一个人把手臂高举过头时 锁骨上方表面的某个特定的点会向后转动20至35度 当手臂放下回到身体两侧时 锁骨也跟着转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锁骨绕着纵轴转动与肩关节外展和区区的运动学是机械性相连的 因此不可能在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时单独做出锁骨自转的动作 当肩关节上台90度以上 且胸锁关节达到其最大上升角度时 会发生横向旋转 这个旋转相对于完整的正常肩胛上旋 与肩关节上台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若无法做出锁骨的旋转 手臂上台就会限制在110度 向后旋转则发生在内外轴上 并且介于胸锁关节与肩锁关节之间 后转是一个锁骨的被动动作 是由紧绷的肩锁骨韧带所造成的 膧带就在一个武力后 ED